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有个网友向我了解梅香咸鱼是怎么做的 对了 说梅香咸鱼可能内陆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要是说著名的粤菜咸鱼茄子包 估计大家马上就有共鸣了 因为吃过用梅香咸鱼来做咸鱼茄子包的人 肯定忘不了它那又臭又香的味道 这位网友的问题让我想到了一种 经常被沿海人用来做梅香咸鱼的鱼类 这种鱼天生有着特殊的气味 不用做成咸鱼 鲜吃也能让人体验到又臭又香的味道 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手里的这种鱼了 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做日本金线鱼 在我过往的视频中曾经出现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和吃播评测过 今天正好补上 这种鱼在我国的主产区是南海 俗称红山鱼、瓜山鱼、甲红山、甲金线、大头山、加山、黄渡、帕里鱼、金丝鱼 这鱼的俗称叫什么呀 我劝大家不必过于纠绝 因为它的俗称在地域上存在冲突 比如说它在我们这里人们把它叫红山鱼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红山鱼其实是指它的同类金线鱼 所以咱们记住它和它的同类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反而更有用 因为在网络上经常有商家把便宜的日本金线鱼 冒充高价的金线鱼来卖 市面上常见的几种金线鱼怎么区分 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截个图 或者找我以前专门讲解区分他们的视频看看 日本金线鱼目前没有养殖 市面上的货全部来自于海埔 它们出池以后不容易养活 再加上价格便宜 所以我们很难在市面上见到鲜货的汤 在市面上我们见到的货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本地钓口的 这种货的新鲜度最高 第二种是本地网补的 这种货的新鲜度差一些 第三种是冻品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周边国家进口 在网络上经常被商家拿来冒充金线鱼卖的 就是这种货 第四种是已经做成了咸鱼的它 我今天买的这条日本金线鱼 是本地网补货 13块一斤 比同等大小的金线鱼便宜一半 它卖的比金线鱼便宜 除了口感差一些 还因为它的腹部天生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我见过一些喜欢吃这种鱼的人 把这股味道叫做螃蟹味 说它是螃蟹味的鱼 但是我也见过一些不喜欢吃这种鱼的人说 它那股味道是消毒水的味道 是一种臭味 它的这个味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等会咱们还是让沙尖鱼吃播评测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买这种鱼我建议大家尽量买新鲜的 尤其是买来打算清蒸这一类做法 最好是买那些同时具备 眼睛乌黑发亮和鱼身僵硬这两个特征的 因为这种鱼的变质速度比一般鱼要快 很容易烂肚子 它的内脏只要稍微腐败 就会出现那股特殊的味道 并且会随着新鲜度变差越来越浓 在菜市场买鱼的时候就能闻得到 您不一定会习惯 等你觉得这是一股好味道 再去挑战 不那么新鲜的也不迟 判断这种鱼的新鲜度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看它身上的大红斑 新鲜的日本金鲜鱼 这个红斑特别的红 不新鲜的以后颜色会变得很淡 它的这个斑点也是常见同类中最大的 可以用它来作为区分它们的重要特征 梅香咸鱼毕竟是不宜多吃的食品 而且做的时间也比较长 这次咱们还是用健康一点的咸鱼做法 一夜成来吃这种鱼吧 上次我分享怎么做一夜成的时候 有些网友问做好了以后要不要放冰箱 答案是要的 因为一夜成是咸度比较低的咸鱼 防腐能力比较弱 不能长时间放在常温环境下 建议放冰箱零度成尽快吃完 我个人吃一夜成有个习惯 把它煎好以后有时不会马上吃 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隔一夜或者隔底天 拿出来热一热再吃 这样的鱼味会更浓 用北方的说法就是味道更鲜 大家可以试一试 你腌这个咸鱼的时候我感觉好臭 你现在闻一下它现在还臭不臭 现在是臭香臭香的 你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 没有啊它先生就是这个味道的 它肚子这里味道是最浓的 那我先吃这个鱼背肉 嗯很香鱼肉还有点弹性好吃 没有吃到臭味吗 有一点点但不是很浓 感觉很特别 来吃一下鱼肚肉吧 鱼肚肉臭一点 还有点苦味 不过这口感松软 鱼香味也挺浓的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味道像什么味道 我说不出来 有人说啊这是螃蟹味 有人说这是消毒水的味 你感觉像哪一种 我觉得都不像 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那你总体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吗 有点像吃那种臭豆腐的体验吧 臭香臭香的 是特别臭还是臭的很特别 特别臭和臭的很特别不一样吗 一样吗 不一样吗 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啊 关于臭的很特别和特别的臭 到底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刚才我跟沙尖鱼争论了很久 不知道大家觉得他们的意思是不是一样 味道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有些人讨厌的味道 有些人又觉得是香 梅香咸鱼也是这样 我有个同学啊 就特别爱吃日本金线鱼做的咸鱼 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这种鱼的产量非常大 也非常的不值钱 常常被人们随意的放在路边 晒制咸鱼 臭气熏天 但是我有个同学呢 嘴馋起来啊 敢厚着脸皮 问人家要两条拿回家里吃 直到现在 他时不时还会提起这些童年趣事 问我能不能钓几条给他吃 现在正是钓这种鱼的季节 我本来呢 也想去边钓边给大家介绍的 但是他们日常主要是在深水的海区里活动 极少会游到金岸来 钓他们需要花费数百上千块 租船才能钓得到 成本相当高 沙尖鱼要是知道了 也不会放过我 只好做吧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认为这鱼啊 还是值得大家一试的 万一是您的菜呢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也谢谢您看到这里 我是明大叔 我愿意吃住关注 再见